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通过这个艺术节能够激发更多的人对艺术的热烈 热爱和追求 也希望文化艺术能够得到辛苦相传 代代相继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太宇 柴云领事道场祝贺并致辞 加州众议员方树强的代表许成武 加州财务长马世云的代表贺乔治 洛杉矶宪宪政委员的代表吴中国 钻石巴市长刘许林 盛盖博士议员丁瑜 核桃市市长吴立伦 亚凯迪亚市议员王爱林 到场祝贺并颁发贺壮 著名侨领张素九 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张勇 荣誉主席陈慧弼 陆强 李市长江峰年 共同主席许成武 执行长林连练 以及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熊文胜等社团侨领出席活动 祝贺艺术节获得圆满成功 并为获奖者颁发奖杯奖状 这次一邀参加我们这个美国传承杯的艺术节的活动 感到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的荣幸 我和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指挥我们这个中华国乐团 和我们在美国的这些中国的艺术家合作 经过这段时间的大家的努力排练 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中国民族音乐会 这次有幸参加第七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颁奖晚会 非常高兴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完成了一场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音乐会 MAD和来自中国进军World of Dance的舞团 带来的开场舞震撼人心 活力四射 参赛选手在弃乐 音乐 舞蹈 戏曲 歌唱 以及书画等多个领域展现了非凡的才华和创意 他们分别获得优秀传承人特别荣誉称号 结出传承导师奖 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工奖 传承之光特殊贡献奖等奖项 汇报演出可谓名家蕙翠 精彩分成 令人较绝 主办方表示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本届国际艺术节成功举办 期待未来继续携手合作 共同为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 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据悉 8月25日将在此再度举办桃花园民族交响音乐会 期待与观众再度见面 全美电视台记者圣迪马斯采访报道